好,我記得以前 讀書的年代如果有什麼喜慶節日、聖誕節、大除夕 就叫同學出來威風 其實都不知道出來威風什麼 那時候就沒什麼錢 最主要都是約在地鐵站 然後說就說去看一下燈飾 但是其實燈飾不知道這幾十年都沒什麼變過 好像還回復到八九十年代那種風格 特地走出來拍一下燈飾 看看有什麼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讓大家可以懷念一下以前的生活 看回街上整個尖東 店舖很多都租不到出去 今天是星期日的傍晚 大約六點多七點鐘 但是你看到這條街靜得很緊要 完全一些節日氣氛都沒有 看看中國城門口 現在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Upper River Band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裏原來以前就是中國城 過時過節呢 其實這整個尖東都逼滿了人 沒有現在那麼方便 如果要拍照真的要帶著一部飛 相機啊 有閃光燈啊 拍了出來呢 都不知道拍了什麼 這個 是不是叫八周年紀念公園 這個呢 我們呢 經常都會留在這裏拍照 我記得 如果大隨直啊 或者平安夜的晚上呢 尖東這個廣場呢 真的逼滿了人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呢 逼得那麼緊要 但是 就是沒有東西做的了 那麼 那在這條街上逛逛逛逛逛逛 走到呢 凌晨12點鐘 就是乘入聖誕節那一刻 又或者呢 去到 1月1號那一刻 那些人就會起兇了 那 有時呢 尼登道外面呢 就完全車都行不到了 那些人湧光出來 兇車呢 還有 好一點的 拍攝價值 這條街以前有一間很出名的Disco 不過我估到接近30年前 前面有一間叫做 是否沒有記錯 Apollo 18 位置大約在這間CEO Car OK隔一兩個店舖 在華茂廣場 以前有一間戲叫華茂 每逢星期六晚 那時流行看午夜場 首輪的戲就會在午夜場優先播放 如果是一些很Hit的戲 例如古滑仔、周星馳、周潤發的戲 通常整個華茂廣場就擠滿了人 正正戲院的沒落 也帶動了這個時代結束 那你見到今天星期日 再加上疫情 連Duty Free Shop都一個人都沒有 那這條街 我目測只有一個人在我前面走 我自己做一個紀錄也好 或者對一個時代見證也好 那可能過十幾二十年看回 這裏都可能會面目全非 那希望有當時八九十年代的熱鬧場面出現 走一走去海皮那邊 看看會不會多點東西看 走了十幾分鐘 其實最主要都是在半島中心那一帶 有一些很懷舊的燈飾 其他整個尖東都好像死城一樣 其實我都很想經常去拍一下 因為一來可以做個紀錄 二來呢 其實很多人看的 在外國呢 有些逛街的片 其實往往呢 可能有幾十萬個view 那當然人家這條街的嘛 熱鬧很多啦 我們這條街就真的靜過鬼 就是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先近一點看看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即是都沒有了日行 前面這一間呢 就叫海景假日酒店 現在就叫做海景 海景家福酒店 即是你問我哪裏海景家福酒店 哪裏千禧香港酒店 真是搭不到你 我們這些呢 還很old school 好 走出去海皮那裏 實在太熱了 那就不吃了 我們在旁邊 看吧 看吧 謝謝